美國總統拜登 直指說俄羅斯的總普丁 是戰犯 那麼現在 你可以看到拜登這麼說的 他說純粹的暴軍 正發動不道德戰爭 普丁將會付出高昂的代價 他稱普丁戰犯 暴徒兇殘的獨裁者 那麼國際法院也裁定 俄國應該停止 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 但是這個時候 沒有停止還持續的轟炸 甚至導致平民生死不明 戰事還是持續 那普丁他也發表了談話 同時他說會完成俄羅斯 在烏克蘭的目標 還大嗆西方國家 如果想要瓦解俄羅斯 是不會成功的 他回嗆美國說 不可接受 不可原諒 認為清汙的戰術合情合理 不過也坦承說 確實因為他遭到西方的制裁 導致在俄羅斯像是通膨 還有失業率都攀升 他也呼籲在俄羅斯的部分 要共體時間 那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在美方的部分 除了對俄羅斯的喊話 還有也跟中方來說了 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舉行了記者會 說拜登跟習近平兩個人 在18號晚間有通話 也表明了說在大陸 如果採取任何行動 支持俄羅斯的侵略 都會承擔後果 那麼英國的媒體 也引述了美國官方的說法 就是說美方對於羅馬會談 結果是很悲觀的 可以看到在中美的羅馬會談 7個小時 但是表示美國不滿意 這樣的一個結果 認為會談非常坦率激烈 就是沒有得到美國所希望的 也就是大陸的部分 對於俄羅斯清污 是有一個明確的表態 但是沒有 好 現在俄羅斯戰事 已經進入到第四周了 那麼俄羅斯持續轟炸 烏克蘭非軍事據點 包含了有劇院 還有甚至平民在排隊 也遭到轟炸 那麼烏克蘭外長 呼列巴就提出了 由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 加上土耳其跟德國 作為未來跟俄羅斯協議的 擔保國 另外一方面 剛剛看到了 拜登 習近平 在通話的部分 兩國首度 針對了烏克蘭情勢會談 但是在美方的會談之前 其實是不斷不斷的 美方依舊認定說 大陸可能會援助俄羅斯入侵 但是也表示了他們的立場 如果一旦大陸這麼做的話 也是必須要付出代價 戰火蹂躏 百姓哀哭 舉目指見斷垣殘壁 處處廢墟 俄烏衝衝突進入第四周 難民出逃人數超過310萬人 美中兩國領袖 首度針對烏克蘭情勢會談 但拜登想強調的是 他與習近平過去的談話 習拜雙方在去年11月後首次通話 重點絕對是如何解決俄烏募情勢 但美國白宮和國務院在會談前卻不斷強調 擔憂大陸會援助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以及警告大陸可能面臨的洪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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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 白宮與國務院的主軸其實延續楊潔篪和蘇利文的討論交點 就是要防止大陸介入援助 但美國總統拜登在加碼軍援烏克蘭的同時 兩天內二度指控普丁 拜登批普丁是純粹的暴徒 前一天更直指普丁是戰犯 克里姆林公發言人佩斯克夫 強力揮擊拜登的說法 認為不恰當也不可原諒 烏克蘭針對核潭提出 由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 加上土耳其和德國 作為未來和俄羅斯協議的擔保國 這個提議明顯點出 除了危機所在地點的歐洲參與協調 中美兩大強權必須介入 才會是決定化解俄物衝突的關鍵 記者劉家宇報導 現在恩務持續還在各自都有盤算 什麼時候能夠停戰不知道 但是前美國駐俄羅斯大使 也就是CIA的局長伯恩斯 伯恩斯他現在 其實他曾經跟普丁有多次的會面 他認為普丁現在的情況是 很生氣很憤怒但是沮喪 所以他認為很可能會發動 無差別的攻擊 也就是在假期行動當中 來使用核武 根據AP的報導 俄羅斯的專家也說 普丁其實在評估 西方的反應還有他們自己 包含了經濟現在受到影響 還有軍事的能力 以及烏克蘭的情勢上 其實犯下了很大的一個錯誤 您看到這是俄國的智庫資深研究員 他認為說普丁 現在已經犯下四大錯誤 而且是已經失敗 是史詩級的慘敗 為什麼呢 認為說西方不會做太大的回影 同時也高估了自己的經濟能力 以及錯估了好錯誤的評斷 自己軍隊的戰鬥力 所以認為說烏克蘭是個失敗國家 污吏反抗 結果沒想到是全民皆兵 大家都持續的 已經進入到第23天了 那麼普丁現在想拿下的基辅人目標 還是很有限的 倫敦皇家聯合三軍研究所研究員就說 現在呢 俄軍只有三種的狀況 三種打法 他說俄軍現在其實是蠻危險的 而且壓力很大 首先呢 我們可以看到認為是說 從在這個梅利托布爾北上攻擊 以及聯合哈爾科夫的南京軍 無差別的攻擊小城施壓 那麼試圖要包圍南部來寫港城 現在呢 在這個時間不斷不斷的走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烏克蘭 其實也已經是不斷的反擊 甚至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日經的亞洲報導說 日本的衛星可以看到很清楚的 包含了在白天 在黑夜的時候捕捉到圖像 傳出烏克蘭的部分 已經呢 向日本來求助索取的衛星圖像 要來抵禦入侵的俄羅斯軍隊 所以現在普丁還有什麼招 那法國總統馬克宏在法國 連任競選記者會當中 也針對了俄羅斯入侵 還有北約發表了評論 那麼馬克宏就說了 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其實是個警告 給予已經腦死了北約一道電器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美國將領哈特林表示 俄軍顯然沒有辦法執行 這一場傳統戰爭 好 你看到呢 哈特林在CNN的節目表示 評估俄軍勝往可能更高 另外俄軍部隊包圍了欺負 但是將近一個星期 并没有来实际的推进 反而是准备动用具有长射炮的火炮 因此他就担心 西府可能会跟第二大臣哈尔科夫一样 接下来会遭受到猛烈的炮火攻击 而至于这个国际动作巨星 阿诺史瓦辛格17号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也直接向俄罗斯宗普丁喊话 要求结束在乌克兰这场无谓的战争 他并且赞扬抗议这场冲突的 俄罗斯人民是他的新英雄 并说乌克兰没有开启战争 影片上可以看到特别还加入了俄文 希望俄罗斯的民众可以看到事情的真相 我正在送这个讯息通过各种各样的频道 来到我的亲爱的俄罗斯的朋友 和俄罗斯的兵人在在乌克兰 我今天跟你说过 因为在世界上有些事情 你必须知道的事情 俄罗斯清理乌克兰现在已经超过三周了 原本美国一直不愿说二方犯的是战争罪 不过现在拜登是改口显然改变立场 直批普丁是战犯 但是普丁也气炸了克里姆文公说 这不可原谅 到底双方为什么如此隐喻交锋 听听前立委林玉芳的分析 今天看到普丁讲那个话 我们刚刚看的话 他根本没有要推浪的意思 他也没有后悔的意思 也没有想说既然这样了 我们就干脆就退兵 否则我们就来弹劾 你看没有 他的讲话是不达目的 这个绝不终止 他有一个 他说他没有占领乌克兰的计划 因为他有过这个教宣 因为苏联帝国会瓦解 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 他们在阿富汗打了太久的战争 89年这个战争 把他整个国力消耗得太厉害 所以他不会 尤其看到美国 后来又陷在阿富汗 他一脚拔出来美国一脚踩进去 又看到美国现在越南 越南打了多久 越南打了19年5个月 美军自己在阿富汗打多久 19年10个月 所以他不会陷入 因为刚是车船的战争 他就知道不要陷入 所以我一直觉得 基辅这个东西 是在政治上要逼迫你 这个用我的条件来弹劾 可是事实上他自治的目标 我从头到尾认为就在乌东 最多加上在乌南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打这个马力波 要打得这么难打 还是非打下来不可原因 因为他已经想到战争结束 在谈判的过程中 我是要把马力波 当做一个很重要的谈判的 这样的一个筹码 甚至要把他拿下来 所以他非打不可 那你想马力波打不下来 马力波在全 乌克兰的排行的 大小的城市排第11位 第一位是基辅 你怎么打得下来 你怎么打得下来 那样一个充满着河流 的那样的一个地区 这一瓶五星总统级的顶级食材 秘制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严谨的工序 将严选的大干贝 珍珠包 石斑鱼菲力入将 上快点购的网站来订购 就拥有五星级的食材 同时还有推荐代码 CTI999 就能够享优惠 给大家总统级的享受